我们来看的是美中在南海上空台海海律寂静擦枪走火 美中双方互相指责两国民众的反美反中情绪也跟着高涨 我们就来看的是中国大陆最近一项民调指出 有近六成的民众对美国没有好感 而另一方面华府的反中立场也获得了跨党派的支持 不过美国的军方高层强调 美中战争并非无可避免 关键就是要沟通讲文 美洲紧张情势在陆海空持续升温 让美国高官纷纷拉高分背 警告军事对抗的危险 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大大小小的摩擦 在大陆官媒火上加油下 民众反美情绪高涨 对美国的好感度直直落 根据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中国人的国际安全观民意调查报告 百分之三十七点四的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印象非常消极 百分之二十一点七比较消极 百分之二十八点七中性 换句话说近六成对美国没有好感 印象比较积极和非常积极的 加起来仅百分之十二点二 不过民调也显示中国大陆民众最关注美国的影响 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影响程度最大 而美国民调也有同样的反中情绪 连政治立场两极的华府 抗中却或跨党派支持 无论保守派或自由派都有超过八成认为 中国对全球稳定没有贡献 从台湾海峡南海到新加坡 美中敌意似乎螺旋式上升 越来越接近冲突 不过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秘利 接受CNN专访表示 美中可以说是竞争对抗 但尚未进入冲突阶段 不过中国大陆信任国防部长李尚福 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拒绝与美方正式会谈 秘利说他也有近八个月 没能跟解放军高层谈 他强调避免冲突的关键 就是要沟通 美方一再强调中美高层必须沟通 但自今年二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防北京前夕 爆发中国间谍气球案 美中高层外交就此停摆 双方从那个时候以来就没有沟通 不过美国国务院亚太驻清康达 4号抵达北京 与中国大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迅等人会面 就双边关系两岸议题交换意见 美国国务院表示是坦诚且富有成效的沟通 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 5月曾密访中国 试图缓和双边关系 拜登政府官员对外都乐观表态 尽管海上空中激进擦墙走火 仍强调美中之间的冲突或冷战 并非不可避免 不过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 日前接受经济学人专访表示 美中关系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典型局面 双方都没有太多政治空间做出让步 美中要避免误解误判 维持沟通管道恐怕还是第一要务 提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要不要我 不会有路到医务均 医师 蓮